热乎乎的咖啡注入杯中 散发出浓浓香气 25号补班日别忧郁 朝商推出咖啡优惠 7全门市精品燕麦拿铁买一送一 农粹美式农粹拿铁 两杯88元 还满吸引我的 所以我就跑来买了 跟我同事两个可以分一人一杯 补班日其实心情就满郁闷的 所以就是来杯咖啡提神 另外全家大杯特农拿铁买一送一 厚农静刚抹茶拿铁买一送一 莱尔夫大杯特农美式和拿铁 加一元多一杯 等于单杯美式28元 单杯拿铁33元 OK则是大杯庄园级美式拿铁 以及大杯庄园级浓厚细美式拿铁 同品项买日送一 吸引上班族购买 不过要注意补班日天气降温 25号上半天 北部以及宜兰低温22到24度 高温落在25到29度 单到下半天降雨几率增加 低温下探16到21度 北台湾高温只剩下20度出头 中部以北东半部要留意雨势 在华南这边的话 是不断是有一些这个降水的一个回波 然后往东移动出来的一个情形 入业之后的话 随着这个华南云系的一个水气 是明显震度的状况之下 那各地的天气上 都会是比较偏不稳定的一个情形 下周日周一北台湾偏凉 台南以北东半部及南部山区 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周二降雨减缓温温度回升 但到了下个礼拜三四水气会再增多 北部及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中部也有零星短暂震雨 提醒民众这段期间外出 最好还是要期待雨具 记者余盛行王一仲台北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